本期的投資學訪 歡迎大家收看今期的投資學訪 繼續由我新成進鋒的CASPER 跟大家講一講技術分析這個問題 上一集都講過 很多人覺得技術分析好像是騙人的 有些人又說技術分析是否拿著一堆線 以為可能會有些很神奇的東西出來 究竟其實我們平時所講的 例如基本分析、技術分析 這些是有甚麼分別呢 通常我會大致分為兩大類 有很多人會講指標 又或者是一些成交量 又或者是一些籌碼的看法 我會歸類這些為技術分析 技術分析的原因本身就是 我去觀察市場本身一些成交的動作 又或者是價格的動作 從而去推論一下 究竟如果根據這個趨勢 之後的股價走勢會是怎樣呢 資產價格會升還是會跌呢 而基本面就是完全不同的方法去出發 基本面就是 首先我重新去看資產 究竟資產是優質還是否優質呢 可能它的股值是便宜還是貴呢 又或者它本身公司營運的模式究竟是怎樣呢 所以其實兩樣出發的點是完全不同的 有一個是完全是 就是基本面來講 就是完全是投資的角度去出發 就是說我買一件資產回來 我想贏的我不是贏市場的錢 而是我是贏這間公司成長 而慢慢的股值得到提升的錢 但而技術分析呢 它贏的是市場的錢 就是透過捉這個市場的可能一些心理 又或者是一些市場的情緒 去賺取中間的一些利潤 所以其實有很多人的派別就是 會不會兩者是有一些衝突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不會的 因為其實技術分析 可以透過一些分析買賣的一些點去做一個取理 而基本分析根本就是完全兩樣東西來的 就是講一個公司究竟的股值或者基本面 所以大家其實去研究這兩樣東西的時候 亦都可以中間拿回一個平衡 其實兩者不是完全去相衝的 是可以平傳的 今次就講到這裏 下次就繼續跟大家介紹一下 究竟技術分析有些甚麼有趣的東西